我是诚意 金沙是世界上最大的鱼 它的寿命可长达70年 它的体型巨大 性格却非常的温顺 基本没有天敌 但是人类的捕鲨 使它们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8月30日是世界金沙日 请和大自然保护协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洋世界 新浪微工艺一起行动 拯救这些最温柔的鲨鱼 持续可发展目标14 水下生物 让我们一起改变金沙的命运 喜欢小动物 其实是人性的一种真实反应 我可能和其他喜欢小动物的人都一样 有句俗话说得好 万物皆有灵 狗狗和人类都是有感情 有内心活动的 因为狗狗不会说话 所以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去关心和爱护它 在生活当中除了猫猫狗狗 我也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小动物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我更偏向于狗狗多一点 估计每一位产食官都和我一样 有太多和狗狗值得分享的事情 没有养过狗狗之前 你会发现它其实不一样一只小baby 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心思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泪已经快乐着 虽然它不会说话 但是狗狗它不会伤害人类 狗狗永远是我们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你会发现你跟它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非常的轻松和愉快 那么我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家楼底下有一个小的废墟厂 那里面有一群流浪狗流浪猫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自己不知道流浪狗和流浪猫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只知道有一群狗和猫特别可怜 每天需要别人喂食给它们吃 但是其中我发现有一只小王狗 每次当吃饭的时候 他不敢靠近 他都很可怜 一直自己躲在一个小角落 都十分的可怜 也不敢去靠近他们 但我发现了 我就是从自己家里 每天给他带一点食物 喂给他 慢慢慢慢的 还开始自己活活的起来 从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和他有一种感情了 但这个事情 我实际做了一个多月 突然有一次 他们都不见了 小黄狗也不见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非常有遗憾的 想一想 我说我怎么会给小黄狗带回家呢 给它一个温暖的家 我可以带回家去养着它 所以我觉得 对于自己来说 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 因为和它的相识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缘分的 大家常说 对动物没有爱心的人 是不会爱这个世界的 与动物和母相处 就是人类无私的爱 也是这个对世界的大力 拍探领养代替购买 就能实现你的大力 请支持领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